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都是星族人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Becky Hello,我是出譚宏錦玲 今集我們會和大家繼續說這個Healing 不過上一集我們就以這個被治療的人的角度去看 今集我們想用這個治療師的角度去看 我知道Archita以前是一個執業的催眠治療師 我很想聽聽你 你以前做的催眠治療師 和你現在所做的療癒師的治療師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問題不是可以這樣回答 第一件事 不可以這樣回答 我是做過執業催眠治療師 我用了足足二十年時間去洗淨我自己 去不學習我學習的所有東西 什麼都給我回答 我用了二十年 其實不是說真的 可能不是真的需要二十年的 不過又碰巧那二十年 我是完全沒有做這個 我完全是放棄了催眠治療師的一切 因為實在是不需要用這種方式 我知道那個方式的東西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你記得我們上一集 我又跟你說過一個真正的治療師 其實是不能學的 包括你曾經以為你學了的東西 你要全部放棄 你用多久的時間放棄是你的事 那是重新放棄了這件事 完全洗淨了我所有關於這件事 帶給我的一切痕跡 然後我才去接收另外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系統 一個用我自己的方式 其實那裡中間是有摸索的 因為原來是這樣 最初你可能都會墮進了一些可能 以往的模式 但你就要知道 其實不是這樣的 然後你要在摸索階段 然後你才會知道 其實你應該真真正正 以一個什麼的方式 一個什麼的方法 去展現 或者去 去將這個 healing power 呈現出來 我可否這樣解讀呢 你以前是用有辦法的方法 即有框框的方法去做這個催眠治療師 那現在是沒有框框的 完全是一種無法無我 所有東西都是 總之那個flow去到哪裡 你就用那個方法去做呢 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當年做村民治療師 也有兩個人 兩個美國的老師 是拔我 要教我的 即他看到我 他要教我的 他要我學的 其實我也是馬地的 不過我可以的 那就學吧 學了是他們 很強力地 譬如 叫我去做 去考試 那做做一下 我發覺不是 因為其實是有些漏洞的 我覺得這個催眠治療 和前世治療 不過我又不是很想在這裡 去解釋這件事 那 這個其實是關乎我們的了解 我們對生命的了解 對神識的了解 對你們所謂的前世今生的了解 其實都在某一個定義上 外面治療是有漏洞的 那當我察覺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適逢 我有一些機緣 我是可以放下我不做這些事 其實我做事的時候 我都是做幾個月的 只有一年 因為我始終覺得 我一直是覺得有一種 不是完全屬於我的 這件事 我很難解釋的 其實我怎樣 可以去分野呢 就是當我完全放下了 完全放棄了 這件事 全都學習了之後 我重新再 將我自己本身的能量 再去承接一套 屬於我的療癒方法 我怎樣去看到那個人 我怎樣去處理那個人 由他身體的毛病 去到不是身體的毛病 去到不是身體的毛病 的各種情況 然後我展示出來 然後我用這個方式 去走現在的路 那 其實我為什麼想說 這個第二集 因為在我身邊 經常都不斷有人問我 譬如他 又學了這些 又學了那些 我可不可以出來幫人做 我是不是去幫人 我想去幫人 但是 你幫誰呢 我說 你搞定了 你幫誰 你幫什麼人 哪裡有人 其實 在某一個程度上 這個是你們的一個生命的歷程 在這個歷程上 你說你要去幫人 幫人很多方式 就不一定要做 好像做一個治療師 你說你好像 高層次一些 我懂得做這些 別人不懂 我高層次一些 那這個就是一個 Eagle 完全是一個 Eagle的換意 那再去到 有一些 譬如他們 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方法 各種的靈氣方式 各種的 靈氣方式 甚至塔羅 甚至ABCDE 那 你用的這些方式 你們覺得 可以去幫人的 那一部分是什麼呢 那你要首先去 拆解了人 和你 那究竟有沒有人和你 如果沒有我 那你怎麼會找一個人出來呢 其實隔離那些人 你所謂要去治療的人 其實 他在你這個面前出現 他也是你的一部分 那你就要用這個方式 去面對他們 所以我第一集也有說 你們不要貪心 如果你們要做一個治療師 你不可以貪心 為什麼你不可以貪心 因為如果你只是為了錢 為了你的Eagle去做 你會做得很辛苦 你會是 用了你生命中的 其他很寶貴的能力 去做這件事 或者你會做到的 或者你會成功的 但是是不是叫做幫了人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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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去參詳一下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陷阱 這是一個很大的陷阱 所以 沒有修行 你不自省 你沒有 self inquiry 你根本沒有資格 去做一個治療師 香港做治療師很慘 我覺得 可能他們要租很貴 你一要付租 你就要去收錢 你還一定要收多些錢 你沒有一個機會 沒有緩衝地點給你自己 很多時候他們說 難道我不做嗎 難道我會餓死 那其實你相不相信你自己 其實你是不會餓死的 是有很多種方式 你不會餓死的 不過你選擇了一種 這種方式 或者這個比較輝煌的方式 所以你 誇張自己去 我一定要這樣 才是成功 我一定要這樣 但是你真的要去幫一個人 或者你真的要去 共同去 去幫眾生去解決一些問題 其實不一定需要這樣 就是從來 都是有數地增的 從來都是有人賣報紙的 從來都有很多種行業 是可以相同地去幫人的 就是做一個 如果你的善心是一樣的 一樣的 不需要故意說 我要做這個治療師 所以我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有很大的程度是 我們的意識 所以你要看清楚 入行的 我都回答他們 你自己先看清楚 有些人可能 曾經被治癒過 他覺得那個感覺非常好 給別人注意 所以他就很想 因為我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經驗去治癒別人 他可能覺得他都可以升任 可能他就會去走一條路 他有那個經驗 和他可不可以去療癒一個人 是全力量的事情 但他可能覺得他自己很有天份 做這件事 嗯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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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問你的問題 是正確和正確 就是 你自己是否看清楚這些問題 或者你批評 有沒有自省過 是不是你的意識 你是不是因為 就是 覺得這件事是比較特別 如果你真的覺得幫助人 其實 是不是這樣是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想 一個治療師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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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不斷要反省 你要反省生命中的所有事情 你要反省你的客人 其實真的什麼是對他最好的 是怎樣的方式 給他 是在現在這個生命 可以 踏前一步 可以 令他 他 有時不只是治癒身體 有時是他的心 大部分人都會說 就是說 所有病 其實都是由心開始 就是你的心有問題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會說 但是 怎樣叫做療癒一個心 大家有沒有想過 怎樣去療癒一個心 是不是你真的以為 你的前世記憶去拆解了 就是療癒了一個心 其實不是的 未夠 那怎樣去療癒了一個心 那個只是一個 很現世的 仍然有框的方法 你叫他放下嗎 他放到嗎 就算我講完那件事給他聽 這件事 你是由這件事 開始 你的心出現的問題 你叫他去放下 他可以嗎 有時 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到他可以放下 但是 因為他是人 他會有執著 他會執於現世所有的事情 他甚至執於 他的愧疚感 甚至他會執於 我應該 在生命那裡 怎樣走下一步 其實他 所謂的心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不是你看到的那個心 但是這個心 包羅萬丈 哪一個可以走進去 哪一個可以跟你在心裡處理 只有一個人而已 那個是你自己 從來都是你自己 我可以引領你 我可以帶你 我可以搏壞你 但是你願不願意走那一步 走出來的答案 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你也覺得這個不是我要的答案 再說 什麼叫身體健康 這是什麼 其實 那個治療師 我希望你們入行之前 就去想一下這些問題 自己 其實在你的生命中 處於一個什麼環境 不是你想去賺多些錢 或者你想轉行 走去做治療師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觀念 你只不過是由一個誘惑 跳了進一個微波爐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是天選之人 可以啊 他覺得他是天選 可以啊 繼續吧 30年後來跟我說 有些人會覺得 現在是天選 可能突然我的能力 可能會消失 沒有了 即是這樣 他是天選之人 你看如果他做了六合彩 他仍然不是天選之人 他仍然會不會做那件事 嗯 即是你要很狠心地去自省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嗯 是不是 我有什麼原因要這樣做 其實天選之人 他就不需要告訴你 他就是做了就可以了 那就繼續做 如果天選之人 他是一個治療師 那他就是一個治療師 他不需要糾結 他很清楚 因為你做 你自己會發現你做的事 原來別人做不到的 你見到別人做不到的 那你自己會知道的 即是九百七萬幾 九百七千幾萬人 是說他自己做到這些這些這些 但是你會知道 你就等一下 過幾年 三五七年 你會見到原來不是的 但是你真正的天選人 你真正有這個能力的人 你自己會知道的 但是你需要考驗自己 那個宇宙都會考驗你的 考驗你的決心 考驗你的耐力 考驗你的道心 他都要考你的 你以為你真的坐著大了 不會的 一定是有這個過程 如果純粹是一個 對 去幫人的工作 所謂幫人的工作 那就一定是不用做這一行的 七十二行 每一行都做得到 你只是一個走過街 見到有人需要幫你 就可以做這個 無論你要出錢 或者你不出錢 是沒有關係的 是同等的 你們明白嗎 那個重量是相同的 不要以為這件事是神聖些 是高級些 其實不要有這個幻象 老人甲有問題嗎 老人甲是 老人甲在哪裡 有什麼問題呢 老人甲 你只要做得那個 cycle 你要balance 能量 你要有gift 就有take 那怎麼去衡量 那個價值 那個能量 還要收回的能量呢 其實真正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能量是沒有交換的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能量 怎樣能量交換 我那個能量 你怎知道我去到哪裡 你是沒有交換的 就是大家說的這個號碼 但是看情形 其實你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地方 你會有不同的價值觀 譬如有些東西我可能 或者不是我 某個人在這裡 他收的價錢是會高一點的 但他去到另一個國家 他的價錢會低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國家比不起 譬如我在以色列去教一些班 現在我在處理教他們 一些保護他們自己 能量的工作 我還不收錢 為什麼我不收錢? 因為他們真的需要 而且在某個程度上 不一定是他們能不能給 而是他們本來 已經對這些工作是有懷疑的 他們是不懂的 就是我ABC 從我開始教 我可能不是教很多 我可能只是教一個兩個小時 或者半天的課程 我甚至不會收錢 但是當我不收錢的時候 我很清晰就是 我知道可以的 我不收他們 就不收 就是說 你說得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不收 我不收的意思是 我覺得我可以 我不收 但是我亦都相信 如果宇宙要補助我 它會有另一個方式補助我 所以不可以用金錢的衡量 究竟那個療療的能力高低 或者是不可以用金錢衡量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 但是 我不是叫每個人摘肚皮 不吃飯的 不可能 他也要交租 他也可能要養妻活兒 所以你要找一個平衡點 而其中一點 我在第一集都說過的 就是你不要貪心 其實只要你不貪心 我們為什麼說 叫雨就是會 provide all the things 給你呢 其實它是會provide 給你的 那個東西不一定是你想要 不過一定是你需要的東西 是會provide all the things 就是剛才我們說 大家想去做自己的事 其實另外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們是很忙的 你們的生活 就是已經一個禮拜 翻足五日工 下班 或者weekend 就去跟別人做治療 但是其實 你猜你真的夠不夠力 可以present到些什麼給別人 其實做一個治療師呢 經常自省 你要很aware 和內在的綿結 其實做一個事情 因為你做治療 在某個程度上 這種能量 你是會flow出去的 你會需要用到的 是不是 其實你自己也沒有休息 你自己也沒有機會 給自己重整 那你又怎樣去療癒人呢 就是你硬硬也可以的 那硬硬就不太好 因為其實對你自己的身體不太好 那這一點我也覺得 你們需要想一下 就是它不是一個 你得齊娃娃的東西 其實它不是一個 齊娃娃的一個工作 其實你應該很正向地 很尊重地 尊重 不單止尊重你的病人 要尊重你自己 你所接收的神聖能量 你要去尊重 但是這種能量 其實你要在同一個level 你才可以接收的 如果你本身的能量 已經低到落地 你是不會接收到神聖能量 那即是說 你如果你是平日很多時間可以去打坐的 那個人是很多時間可以 可以復原的 去做你自己覺得你應該去做的事 那十分好 我覺得 你起碼 你起碼 有行動力先 但是 如果你不是的 如果你 可能覺得好玩 可能覺得 即剛才我們講過 Ego 各樣東西 然後你沒有這個時間去修復你自己 那我就會先勸你 想清楚先 想一下先 不要緊 你還有很多時間 慢慢想 這一輩子想不完 下一輩子都可以 欸 輪到我 有問題 Sandy有問題 看看你有什麼問題 是啊 聽得太投入了 然後有些問題 就想問老師 那老師 你就說 其實 身為一個 Healer 就 就是 不是一件容易事 也都 不是說你想做就做 那 我聽完你剛才說完之後 我就是想問 為什麼你最後 都是 要會做一個Healer的角色呢 其實我發覺 我不會做其他事情 我真的不會做這件事 就是我 我中觀了我一生 我只會 最有興趣 和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打坐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做Healer 就是類似那樣的事 原來我其他事情 我不是很會做的 不知道要做什麼 想不到 那現實生活中 你也有你的其他技能 雖然 spiritual上 你有你自己的能力 但是 可能你都選擇 我還是不去做Healer 或者可能做一個作者 又或者是另一些工作 那樣 其實做一個Healer 可能都需要一個 勇氣 我寫東西都是下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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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就算我寫裡面 浮出來的那種能量 它裡面都是一個Healing Energy 其實它都是 我一個媒介 其實都是一個Healer 就是一個H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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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已經 剛才說過 就是說 你不是一定是 你放在床上 然後你去做一件事 或者是你要幫別人做些什麼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 是以這個Healing Energy 的形式去處理 包括你煮的飯 你唱的歌 你講的東西 你生命中的所有東西 我寫的文章 就是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 那還有什麼靜 沒有 那我就沒有 我不覺得我有別的東西 不過 我只不過是形式上 我有這個媒體 它出現了 我現在用的光語 它出現了 我用這個方式 我去read的client 它有一種方式 其實那種方式 是它自然來的 我最初都要摸索的 我最初都 即是離的時候 我都想想 我怎麼處理 即是離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 那當中其實反而 離的意思是 就是那個Healing的能力 它離的時候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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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它用一種方式 它顯現 它 那你一定是 跟人 有一個接觸 你才會有的 是 無情情 你怎麼知道自己 有這件事 你不會無情百事 就走去抱著一棵樹 也會抱著一棵樹 因為我 在那個Healing process裡面 一直會有人 但是你開始發覺 它開始改變了 那個形式開始轉了 開始它有它自己的生命 它有它的方式 那麼我只可以聆聽 我只可以 是將這個東西 transmit出來 我只可以 將它完整地 就是channel出來 那麼 那個能量 它本身 是會跟著的 就是它會 它又不是叫做教你的 但是 你要一邊觀察 一邊看 一邊去明白 去感受 去觸摸 去坐 去靜 去知道 其實是怎樣的 那麼 其實去到中間 都有一些認識 是我覺得 我也會遇到 有一些很特別的人 會跟我說一些話 甚至鼓勵我 我是記得 我有一個朋友 是鼓勵我的 那它就是 你現在做的 其實它真的不知道我做什麼 那它就跟我抽卡 那它就是鼓勵我 它就是說 你現在做的事情 沒有人做的 就是 根本不是這個時代 不是這個世代的醫學 是下幾個世代的醫學 我們做的事情 我就是 張開眼睛看著它 你怎麼知道 我在做什麼 它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不過 你的牌照是這樣說 它總不知道 你在做一件事 不是現在的人 的醫學做 它們都沒有去到那個時代 知道你在做什麼 就是 它會 宇宙會給我一個訊息 告訴我 我現在走的路 是正確的 就是我要繼續相信自己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當自己發瘋 我也明白的 就是如果有人來跟我說 我覺得自己有點癲癲 就是我都很明白他們說什麼 那你真是唯有耐心 還有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 就是很純正地去看一下 做的事情 是什麼來呢 怎麼呢 那其實它就會自己孕育出來 那所以就是 怎樣知道自己 是不是被選中的一位 去做治療的時候 其實就是 你會 就是其實你會有信號 周邊會有信號 告訴你 你是什麼一個適合的人 就是好像剛才你的朋友 他都會說 可能上面或者 會透過一些方式告訴你 你 是啊 你是在做這些 你要做這些 你是適合做這些 所以你才會知道 那一刻自己是一個適合的人 它又不是告訴你 它又不是告訴你 你適合的 就是那個意思就是 你做了 對 你繼續 就是 就是這樣 那 嗯 我不知道 什麼叫做 知道自己是不是癖 不知道 繼續做 你繼續有人來找你 你繼續用這個方式去傳達 而那些人是有改善到的 在他不同層次上 他有改善的 而你開始去真真正正去 deal with 即生命 其實怎樣去 去處理生命 有時候不是說 你去醫一個人 就是去醫治好他 死都是他的過程 有時候我就跟那些人說 喂大哥 我真的沒有能力 這個 循生不死 我要你們 那你一定是要經過的 有時候是否你死得好些 好過你在那裡 就是很痛苦呢 就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他們需要去明白 那 這個也是那個過程 不是個個都 在那個環象裏面 就說我要醫好 我要這樣 你等等 等等 就是有些有得醫 有些沒得醫的 不是全部都可以醫的 有些可以改善 有些沒有 有些跟他改善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真的夠時間 我都沒有辦法 這件事不是我決定的 他都是要走的 是的 因為每個人的生命 都是注定了 已經寫好了 只不過可能是走的時候 究竟你是舒服一點 就是可能 你找到的治療舒服一點 幫你走 或者是 最多長一點 那麼多 這樣 那 就是 當然大家會很舒服一點 其實 其實不只是他舒服一點 而是他開始明白 他接受 就是當你接受了死亡 還有他在某個Stage Code 是的 他會放 他會明白 他會接受 他會放開 因為這個其實 在療癒的過程裡面 是會給他明白的 嗯 我不懂得怎麼跟你說 但是他會明白 他 你一定要去明白 其實那個 新老病死的過程 還有 我們每個人都會走去那一步 其實你怎麼可以準備好一點 你自己呢 那我會盡我的能力 可能會減輕你的痛苦 可能會令你舒服一點 可能會令你 嗯 我不夠膽說 我是否可以延長 我真的不夠膽說 或者他本來就是應該延長 不過 剛剛用了 我在這裡 用了這個方式 那 其實 我 我見到 就是 我的Client 有些當然已經走了 醫院走了 那 那 其實你見到他們是 其實 可以走得安長的 可以走得舒服的 你可以幫他 有時候有些 就是 很突發的 又有 有一些 是慢性病的 有很多種的 我覺得 你 作為一個治療者 你不只是治療他的身體 你 也要治療他的心 你也會治療到 他 在宇宙的connections 他開始真真正正回歸自己 還有他沒有了那個恐懼 他要明白 其實他 他不只是那個身體 那你有沒有一個 案件 你很深印象 令到你 很明白 你現在幫他的過程 是這樣的 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那些 明白什麼叫死亡 接受 死亡很安然地離開 當然是最 可能那個病人都不想 當時找你的時候 當然是不想死 可能是 就是想醫治得好 但是 到恐懼死亡 到他接受 我告訴你 來找得我的人 其實 我有很多年紀大 其實 他們都應該已經 全部找過中西醫 約石無靈 才會出現在我面前 我都會問他們 你真的信我做什麼 其實我都 譬如朋友介紹 或者他家人介紹 他說 其實他都已經沒有了方法 才會出現 他又看到別人有的療效 他就會來找我 然後他開始發覺 他自己 可能他舒服了 他放下了 他的身體有改變 他不再那麼痛 他可以在那一年紀裡 持續一些他平日 希望有的生活 他想做 有可能做不到 他做了 到最後 即是時間 我都會跟他說 已經很好 他說你三個月 我們現在玩了一年多 你又吃得了 又睡得了 又打得麻將 又臭得酸 你還有什麼沒有 那是時間 其實我會送他走 你會這麼淡白地跟他說 是的 我真的這樣跟他說 即是 那些病人 我已經不需要面對面跟他說 他有時候已經是 可能 進了醫院 因為 我記得我有一個Client 就是我本來 就是 我通常會兩個星期見他一次 剛剛那次 隔多了一個半星期 因為我在旅程中 好像是農曆 他突然進了醫院 然後他的親人 就不是馬上通知我 也過了幾天 通知我 那我就去 其實我心裡有想起他的 但我是on the trip 我記得我自己 到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去檢查他 那我一檢查 我看著 咦 應該要送走了 沒有什麼需要做 那跟著 就是我會跟他談 在他的 我們在另外一個level去談 靈魂塵 我會跟他談 我會看他怎樣 放手 OK 跟他說了 剛才我跟他說的 其實 我就是送他走 其實去到那個stage 無論他外面的親戚朋友 說你要去救他 你要這樣 那樣 我都是不會聽的 因為我的Client 就是躺在那裡 我只是會為他 對他最好的選擇 而不是你們外面的人 跟我說的所有垃圾 都不關我的事 其實 是 他意願才是最大的 是的 以及以他最好為服務 他自己是跟我說 他可以走 他OK 我想走了 他說我都辛苦 我想走 那我就會送他 不是說 每個人要走 我都送到 你是真的要走 走得到 你就放得到 我都送到 我不可以強行來 我不可以留你 我又不可以趕你走 有的 那個生命是這樣的 你要明白 那個生命就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遇到 一些case 是人們會怨恨你 幫不了他 再生還是死了 再生又死了 很怨恨 但我覺得有一些 因為其實每一個來的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 我都會問 我說你真的 會相信我的做事 或者明白我做的事 其實有很多是不明白的 有些其實他很根深剃固 有一些比較西方醫學的思想 或者他們要遵從那些事情 或者有些他對他本身是 他自己有些框框給自己 他不願意打開 那我只可以努力 那有一些我就會覺得 這個方法是不適合你的 但我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相信你 他那樣東西才會活動 他不一定要相信 但是他要放下他自己的包袱 和框框 他不一定要相信我 因為其實他相不相信我 他都會看到有 身體差別的 例如有些他要排毒的 其實他只需要 聽了我的聲譽 或者我的圖 其實他會慢慢 他會慢慢 沒有什麼去做的 他會每天有 多一點 他有不同的方式 去排出一些垃圾 那樣他相不相信我 其實我已經做了 例如這個人 身體有很多問題 要他排出這些垃圾 其實他們知道的 但到某一個時段 他會有一個框框 有些事情 我會覺得 可能他不一定 適合我這個方法 他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感受 對 他有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他 他覺得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年紀大了 他很需要有權威性 他覺得那個醫生 或者是他 那個名字 他就覺得 嗯 他要跟著他做的 去相信那樣東西 其實 他自己知道有害的 譬如是 有些程序上面 他也知道 其實他不一定 醫得很餓 不過 他又那顆藥 還可以讓他先吃 覺得好像有根據 就是大世界趨勢 其實我沒有話說 因為那個生命是他的 他是應該可以去選擇 用他自己 覺得他接受的方式 除非那些人是 嗯 我很close 我覺得 就是我會再浪費多 量前欲緊 一定要逼他 就是那位 就是一定要 得他坐在那裡 你好好地看著 看清楚你的生命 應該怎樣走 那些 就是我要多加兩次 做緊的那些 就是 那些就是 我不會放你走的 你死不是問題 但是你要怎樣死 就是 老師 那些我會這樣做 那些我就會這樣做 但是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我覺得 他是有他選擇 他生命的方式 無論 我覺得 我這個方式好和不好 但是 就算是最好的 可能不適合他 可能他不接受 可能他生命中 就是他有這個 這樣一個劫 就算 我給一顆神仙丹 他也不會吃的 因為他不接受 那顆是仙丹 是 因為他太去無 對於那些人來說 也不是實際 有些東西 吃了 吞了 喝了 那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是不是 這樣就是了 按下去就可以了 暖暖的就是了 我經常都有這些 沒辦法 是這樣的 我想過了二三十年後 可能大家會接受得好 其實現在也多了 我覺得 始終我覺得去到找你的時候 因為他根本沒有其他方法 他是想找到門 雖然你說 對上一集你說 其實人是有治癒的能力 你要相信自己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 人們不相信 就向外求 就希望去找一道門 就是 去找一道門開 我至少先開了一道門 看看裡面什麼情況 看看會不會幫到我 我覺得去最終去找你的人 就是那種心態 但是他打不打得到 破到那個框框 其實西醫是未必幫得到的 可能是一些毒藥 他未必接受得到 因為始終 不是一些很身體的東西 他吃到喝到 捉摸到 可能他只是感受到 可能有些人簡直感受都感受不到 但是這樣就可以了 那很難去相信 就是人是需要一個實證 經常都是要 我有些事情真的發生了 摸到感覺到看到 雖然他有改善 其實 但是可能他又心存僥衡 可能剛巧而已 可能我又吃了什麼 很多東西 去鎖別人的信心 就是走走走走 其實這條路很好 但是他又會用 加加減減很多東西下去 都未必是 可能是別的東西幫到我而已 Becci說真的 經常都是人交戰 他自己都經常交戰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狂打架 大家不會一條路走到尾 那就太順暢了吧 是的 是的 但是 好了 當你去幫那些人的時候 其實他相信和不相信 他接受的效果都是一樣 一個個時段 有一些時段 他有一些 可以治療的 甚至要是 可能是一段時候之後 我才會用某一種方法 其實要等他慢慢去接受 慢慢的身體去 adapt 慢慢等他明白 有時候有些是很長期的 因為 有些是腫瘤 癌症癌症 他一層一層的 就算我幫他 由5cm縮到1cm 他都未縮完 他都會繼續 他生命都會繼續 他很年輕 就是四十幾五十歲 他還有很長的路 其實我們中間是 很多層次要處理 一段時間做這樣 然後我會停一段時間 然後又做另一樣 然後 中間分隔的時間 又會長些 然後等他自己有機會 身體去 recover 去自己幫自己去打仗 去自己繼續平穩 因為我不可能跟著他一生 他的生命 他都要自己知道 應該怎樣去做 怎樣去處理 所以我們才有 泰國療癒班 療癒型 其實就是幫人 等他們可以自己 身體出現問題的時候 去處理 去怎樣做 其實第一件事 在療癒型上 就是你本身已經有這個 治療能力 就是如果你出現了問題 你脫了癌 是不是 好了 我來幫你擺那個癌 我幫你處理了 現在你就會繼續生 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你 仍然是你舊的那種生活方式 又不懂得去處理你的情緒 又不懂得去處理 因為情緒有時候會令你血壓高 你的情緒有時候會令到你有糖尿病 你的情緒會令到你有皮膚病 其實你有很多事情是因為你的身體 一些偏差而出現 如果那些偏差在很早期 我教了你一些方法 你就自己處理了 那你跟著不需要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拖著 所以其實我最初那個療癒型 第一次做療癒型 來的全部都是我的客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去到一個階段 已經處理了那些問題 但是 他們怎樣繼續去 維持呢 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應該吃什麼呢 我應該幫我自己做些什麼 可以幫身體繼續呢 但是我想問 很多時候你遇到那些病人 其實沒有說那些病人 就是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情緒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而引致病的 多數 是啊 憤怒 悲傷 被欺騙 不憤 痛心 愧疚 這全部都會 如果不懂得去處理 最後都會變成你的病人 所以很多時候是反而先從你自己的內在 去處理好你自己的情緒 反而會令到你 他們那些沒有了 他們去到後面那些 已經形成了病症 已經形成了一個東西出現 那我只要由 就是before that的時候 其實可能大家要先拆解自己的情緒 就是等於這樣 如果 我記得在YouTube我們也有說過 就是那個觀字 你要去觀你的情緒 那你那個情緒 如果出現的時候你是觀不到的 因為你已經爆炸了 你要在那個情緒還未出現之前 其實你應該是 constantly有這個觀的狀態 你才知道 立即我觀到 我爆發的情緒 如果你是一個經常對這件事 有practice 沒有辦法 一定說 你有這個練習的人 那你就會知道 就算我爆了 我發了那個脾氣 接著你會收一收 咦 我會發脾氣 那你會停一停 那其實 在那個療癒營 也會教大家 可能某些地方 我們會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怎樣去處理那個經絡 其實就把那種情緒 把那種能量釋放了它 那你不存 它走了 它不再在那裡 accumulate 一邊加加加加加加上去 那其實它就會沒有了 那但是 那個觀是錯的 不只是說你去處理你的情緒 不是的 其實是有在心 一個層次的 靈體工作 在裡面 那所以 又馬上講到先 大家 這個太過療癒營 其實不是說 你有病才來的 那其實你沒有病 你想去 與此去學習一件事 去幫助自己也好 或者去 我當你一個經驗 去告訴其他人也好 都是重要的 因為人最寶貴的是什麼 就是 健康 你不健康 你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尤其是現在 很多 譬如人們出死 有癌症 很多病 走出來 但當你面對病的時候 是不是只有恐懼呢 但到現時為止 其實我發覺 人類有一個通病 就是 它真的不是去到面前的病 它不會去處理 它有時間 它可能會在那裡玩樂 真的 譬如我們的療癒營七天 大家可能會告訴我 我一年有十四天 我還要留點時間去日本 我又留點時間去哪裡玩 我哪有時間去療癒營 肯定療癒營不是經常有的 日本也可以經常去的 大家要想想 大家要想想 其實什麼比較重要 有些事情其實你是學了 你 可能你不是馬上用 但是 你是學了 你會用的 是終身受用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重要的 真的 不是只是 想時間去玩樂 因為有些事情過了 你的身體 其實脫了歐 我經常都說 一個玩一個玩 脫了一個扣 就 很難放回你 所以不要脫扣 但其實每個人都脫了 很難不脫 這個是結局 很難不脫 就是未醒 很多都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有個Client 哇 我是新Client 我認識他的家人 他有些嚴重問題 他一看我 做什麼事 我問他 他由心臟以下 全部都是紅色 全人都好像發炎的狀態 有糖尿病 有血壓高 有水腫 有肺水腫 有腎腫 有心臟 有心臟 怎麼可以這樣呢 然後 我就滾了很多 關於他過往的一些問題 生命裏面的一些哀傷 或者憤怒 有很多這些 他就集中到可以這樣 我說 你真的不可以相信 你不可以相信 但是你要自己願意 你要願意去釋放 給自己這個機會 好了 我有第二個問題 老人甲 剛才就說 能量加援 那你就說 其實就不存在這個能量加援 那上天 即當你做完一件事 上天會可能用第二個方式 去compensate 你做的事情 但是我又聽很多 說 不要做別人隔量 不要去做血靈 因為所有事情 他有這個病 或者為什麼他會發生這件事 因為一切有因果 如果我插手去幫這個人的時候 那他因果 我又不跟他能量交換 那他因果 就落到我那裡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這件事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如果那個人是做紅十字會 或者是做救傷車 或者是做西醫 那別人是否跟你算完 才說 我夠不夠你 我做不做你的駕倆 有沒有這樣的事 這個東西 只是在這些 Cinella身上出現的 或者是那些 甚至有更多療療師 才會說 因為他們拿了牌 如果那個醫生 什麼世界 拿了牌 沒有因果 有什麼人拿了牌 沒有因果 有這麼笨 就是 大哥 想想那個問題 是否合作 才可以 那就是 不合作 就是 喂 夠傷車 我不夠你 我現在 我不做你家 你撞車 整個攤子 頭又扁了 她收了錢 她問工作 有收錢 就是她的工作 就是這樣 OK 好 用這個方法跟你說 那麼 能量是沒有交換的 那麼 你有價錢 為何會有價錢 因為她要交租 不是 她自己要吃飯 不是餓死了 她也不行 她也是有的 這個東西其實 都是正向的 不是說 不是說 一個 負面 或者不是說 一個獅子大口的情況 那麼 我也有聽過一些 個案 就是說 因為前世的因果 有個人 可能 他病 很不舒服 那麼 去到個位 他找很多東西 都醫不到了 那麼 後來他發現 可能他的 冤親債主 原來其實就是 他最糟糕的案子 我要拿那個人的命 這樣 那麼他就來 找你去求助 這樣 或者找其他人來求助 但是 這個不用找我 我們有一些朋友 是做這些的 因為 就是他那裡 因為他牽涉了一些 因果的時候 可能當我走來 找你求助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也會知道 我這些我不接得的 就是我不可以做 因為那個人 是拿正牌來 找你去 但是呢 我的確是有些朋友 是喜歡幫人做這些的 你要他們 有冤親債主 去念經 那你找人去念經 你找我做什麼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一開始就 他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知道自己病 但是病也不好 那可能也是要找人看 才知道 原來你後面有冤親債主 來拿債 這樣 才知道 然後你就會轉界 轉界去其他科 是不是 你拿回報告 對 對 對 有回報告 這個世界 太假設性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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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因為你是一個希難 所以我會在想 那我插進別人的因果 就是 等於世界大事的因果 一樣 譬如我們想送光 想吃 其實有時候你都會跟我們說 不是 每樣都做到 不是說我們想送光 去幫那個地方 就一定幫到 因為那個地方 也有他自己的因果 是的 真心就是說 那些遠親債主 跟他聊天都不肯走 是要拿去 我也沒有辦法 如果我真的告訴他 不行 你真的 之前有太多問題 看看拆不拆到 拆到就拆 拆不到別人說不肯走 那你也是 你也是要 就是要食隔 因為你自己 當然是有些問題 才會出現 對不對 那因果 如果你仍然是 在因果的盤 那裡 那你當然要還 你現在還了 就好了 遲些不用還 還完 那有些人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我前世有一個鬼事 我被你記得 我都不知道 我這一輩子 就是從生理工 我也幫不到他 我告訴他 他不相信 你也沒有辦法 那這個是 他的生命 那就是繼續 我 所以因果循環 是沒完沒了的 其實 有得完的 有得完的 那 Becky 有沒有問題 我呢 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覺得 一件事就是 人貴自知 那有很多人 就認為自己 是天選之人 但是 是不是真的呢 大家都要 就是停下來 自觀一下 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 他是想不到的 他在那個局 那裡 他想不到的 他如果他可以 清醒到 跳出來呢 他才想得到的 要不然 你在那個局 那裡 就會忏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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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 有緣的人 就聽一下我們這個節目 給我們呢 就在旁邊 叫醒一下你 可以跳出你的局 想一想 啊 好了 那我們 差不多了 當然如果大家 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有問題的話 隨時在我們的留言區 留言告訴我們 老師呢 就會認真 解答你們的問題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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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下一段 短短的多馬小劇場 聽完先 不要走開 多馬小劇場 唉 近來當然是哩哩 覺得自己在修行上 不知道差點什麼 那樣 嗯 你不是已經報了名 跟我十月一起去泰國retreat 還差點什麼 今年年尾呢 我就想送份禮物給自己 就是學會 看看自己的內心世界 讓自己停下來 不要天天為生活而網絡 但是 又不知道找些什麼好 啊 明白啊 我都覺得這幾年 身心都很累 慢著 我見這段 多馬 多了個禪形 是今年十一月的 這個 和泰國retreat 有什麼分別呢 我在外面學那些 學到自己都不知道方向 對於修行又好像未到肉 我很想來一個 身心斷捨離 回去找回最根本的自己 這個型都不行的 我聽他們最近的YouTube 第六十集 《雪禪也雪禪形》裡面說 泰國的療癒型 就比較適合身體 精神 情感 情緒上的療癒 修正和重新面對 就是說我和你啊 裡面有不同的器工運動 瑜伽 經絡療法 一對一的能量治療 讓我們學會怎樣面對 和修正自己的身體 之後就學會怎樣療癒自己 另一個韓國禪形呢 嘩嘩嘩 我知道 是不是坐定定在這裡 什麼都不做 嘩嘩嘩 都說了 都叫你不要經常覺得 坐才是唯一的方法 這個禪修 除了坐 還可以走 走 去逛山 和在滿月下的禪修 他們都會做氣功和瑜伽 幫參加者安靜下來禪坐 那我可不可以問問題 我有好多修行的問題 想問問黃錦玲老師 你知道我這些修行新丁 修修一下就會出現好多問題 有啊 他每日都有些時間給參加者 問一下禪修啊 修行啊 怎樣修心的問題 你都知道 我都是問題新丁來的嘛 我都有很多東西想問的 不如這樣吧 今次我和你媽住去吧 不要理老公了 好嗎 喂 當然好啦 我心動了一段時間的啦 嘩嘩 那我們趕快去Facebook和IG 看看細節吧 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收聽 給你